台南是南区湾里地区新南街透天错新聚落 前天凌晨分传遭人破坏门锁 没上门专者则遭侵入行窃 警方调查有住户遭窃经济母一只 另有二住户门锁遭破坏 而且毗邻湾里的高雄协定也传有类似案件 怀疑同一组人马所为市警六分局强调 目前已锁定两名涉案歹徒身份 全力追忌中 民众指出前天半夜 湾里地区跟隔壁的鞋顶 很多人家的门锁都被破坏 没上门拴得就被侵入了 巷口监视器则拍到箱行车 于半夜三十多载着嫌犯 疑似集体行动 民众也说当天风大 大家都睡得很熟 早早入睡 没想到隔天起床 才发现门锁遭破坏了 消息传出后 社区民众互相提醒 出入记得要锁好门 湾里所长陈薇又说 该组窃贼刑窃手法施以螺丝起子等工具撬开 破坏门锁后进入 经调查 有住户遭窃经济母一支 另有二住户门锁遭破坏 市井六分局第一时间组成专案小组 现场勘察搜证 目前已锁定掌握两名涉案歹徒身份 全力追弃中 令指派警网加强偏乡地区重点房窃巡逻 守望勤务并透过李林掌 广博集在第一井 民房 一交 守望相助 巡守队等 赖群组 共同宣保住宅房屑 全力防止窃案发生 侦查队长林云豪也呼吁民众强化自身房窃 措施包括选择开启不易的门锁 屋内罪 好加装电子防盗设施 屋外最好也加装感应灯 避免受害 声音 灯光 废时 他说是小偷最忌讳的三件事 如果行窃过程中突然灯光亮时 警报大响或是破坏侵入的时间延长 绝对是窃贼的致命伤 前天凌晨台南湾里地区 透天错传遭歹徒 齿罗斯起子撬开破坏门锁后进入行窃 记者绍兴杰翻设分享 见识人员拒报后到场搜证 并一锁定二线追其中 记者绍兴杰翻设分享